如果有人告诉你,在某种前提下,其实和谁恋爱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人对你说,其实你爱的不是爱人,而是爱情中的你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对方是在胡言乱语呢? 先别急着否定。 有这样一本书被奉为西方的爱情宝典,刚才提到的观点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想要告诉大家的。 在书里,作者对于爱情极尽理性的结构,让我们仿若旁观者,能够客观地去审视一段感情,也带给我们对于爱情的全新认知和思考。 如果你是一个在爱情里迷失,痛苦,辗转的人,又或者是一个对爱情无比向往,却又不知所措的人,那么,阿兰德布顿的这本《爱情笔记》一定是你不可夺得的明智选择。 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 对于很多人来说,爱情是两个人从相遇到相知的时候,从陌生到熟悉,从疏远到亲密的关系变化。 而在冷静理性的阿兰德布顿看来,爱情里的不同情感阶段伴随的是自我的感知变化。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在小说里,在遇到克洛爱之后,阿兰德布顿的自我,是如何感知和变化的。 某天,阿兰德布顿在飞机上邂逅了女设计师克洛爱,随即被他的绿色短发露出来的后镜,瘦削的尖头,清澈的双眸,所深深吸引。 两人短暂相识后,从机场告别。 几天之后,阿兰德布顿忍不住思念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并顺利地开启了第一次的约会。 初次约会,在阿兰德布顿的眼里,克洛爱是完美的、高傲的,而自己则是卑微的、渺小的。 这种来自于崇拜和仰视对方而产生的自卑感,让阿兰德布顿时刻关注着对方,并处于小心翼翼地探寻和等待里。 他试图从克洛爱的言语和表情变化里探寻出蛛丝马迹,以便知道对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 对他来说,我是谁呢? 他如何看待我的领带,看待我的穿着呢? 他到底会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阿兰德布顿在头脑里不断地问自己。 此时,真正的阿兰德布顿是谁已经是完全不重要了。 他只在乎在克洛爱的眼里自己是不是完美的。 而一旦追寻到对方可能喜欢的伴侣的样子,阿兰德布顿就试图掩盖真实的自己,转而去迎合对方的喜好。 当阿兰德布顿探寻到克洛爱可能喜欢矿泉水而不是饮酒的男人的时候,他做出了克洛爱喜欢的选项。 同样,当克洛爱问他是不是喜欢吃巧克力的时候,他也给出了违背真实内心的回答。 他之所以这么做,为的是不让对方觉得自己身份和枯燥,而是觉得两人是天作之合,像极了每个出缀爱合的我们。 总是想把最完美的样子留给对方,可是这种为爱屈尊的行为,演映下的又何尝不是内心的虚荣主义呢? 因为虚荣,我们不愿让真实的自己敞开,因为虚荣,我们也不接受被心仪的人判定为不合适的人。 于是,我们宁愿隐障起真实的自己也要为爱一波。 这种在真实和虚伪之间游离的自我,掀开了爱情浪漫的面纱,给予彼此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为了爱情,我们要失去自我,还是保持自我呢?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我爱你 和你没关系 但事实上 人一旦坠入爱河 我们就要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 就要把自己的软肋和缺点 暴露在对方的面前 这就给了对方 伤害我们的权利 而当我们试图 掌控对方的言行的时候 也在无形里 构成了对另一半的禁锢 和伤害 在阿兰德伯顿 和克罗爱的感情里 也是如此 原本如胶似漆的两个人 随着不断了解和共同生活 逐渐发现 对方身上有着自己 所不能理解和认同的 性格和习惯 某天 克罗爱为阿兰德伯顿准备了 丰盛的早餐 就因为其中没有阿兰德伯顿 喜欢吃的草莓酱 两个人争论不休 克罗爱觉得 我为你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早餐 而你所做的 却是对果酱吹毛求疵 而阿兰德伯顿 只是想吃草莓酱而已 阿兰德伯顿 以用自己的喜好 禁锢克罗爱的选择 当他看到克罗爱新买的 木鸡式的鞋子 觉得那双鞋特别丑 而阻止他穿的时候 两个人又大吵一架 这种争论的焦点 在于没有意识到 对方有遵循自己意愿的自由 而是演变成 逼迫对方 接受我们的观点 直到成为对对方的 一种束缚和伤害 冷静下来的阿兰德伯顿 自我反思 如果一个陌生人 穿了一件 极其不搭调的衣服 我不会发表任何意见 怎么反而对自己爱的人 积尽了苛刻和指责呢 这大抵道出了爱情里 让人感到甜蜜 却苦恼的地方 就是我们爱对方 所以想让对方 按照我们的意愿做事 这成为 造成情感隔阂的远凶 实际上 要想成全一段感情 就意味着 不断妥协 不断让步 我们能做的 就是在过分妥协 和过分坚持之间 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 我们无法完全 抛弃先前的自我 因为那是过往经历 存在的价值 我们也必须 为了一段感情的继续 而放弃自我的一部分 让两个人交融的空间里 能更加和谐 就好像两个齿轮 磨去各自身体上 不规则的地方 才可以咬合在一起 正常地运转 来自爱人眼中的自我确认 让我们逐渐走向成熟 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从本质上来看 只有被人爱恋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获得了生命 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很准确地感知自我 当我们恋爱的时候 我们从对方的反馈里 可以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对方就像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学会观察自己 也折射出我们自己 都无法认清的东西 让我们不断确定自我的存在 这项通过克洛爱的反馈 阿兰德伯顿知道自己有一心病 考验打电话 一天必须得睡八小时 不愿吃完饭 还在餐馆里逗留 在不断相处里 阿兰德伯顿拼凑出一个 逐渐完整 逐渐清晰的自我形象 同样对于克洛爱来说 也是如此 在交往之前 克洛爱看不到自己 过于独立的性格 当得知克洛爱半夜头疼男人 却一个人开车去诊所看病 而没有选择叫醒 作为伴侣的我时 阿兰德伯顿的第一反应是 两个人的关系 竟然如此疏远了吗 过后 阿兰德伯顿反思道 这就是克洛爱的性格特征 他赴账的时候 讨厌多个人争执 应可一个人付款 他不愿意被束缚 和其他女人打交道的时候 显得很笨拙 他每次出行 都要带上自己的洗漱用品 这些都是克洛爱的不同策写 拼凑在一起 才是完整的他 两个人在朝夕相处的过程里 不断谋划出自己 和对方真实完整的模样 实际上 越是随着彼此深入了解 就越会觉得 对方是另一个人 而当我们意识到 对方不再是我们刚认识时候的样子 就会产生一种疏离感 与此同时 矛盾会堆积 当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爱情就会油蜜糖 化为口香糖 欲嚼欲淡 但到后来 竟是瑟瑟苦苦的 而当我们不得不吐掉的时候 是觉得 自己被这段感情 改造得不像是自己 或者说 是不那么喜欢的自己 好的亲密关系 让我们成为完整的人 让我们意识到 自己的缺点 不断地变得成熟 而当某一刻 我们意识到 在这段关系里并没有感到一种自我认同 反而是自我嫌弃的时候 大方的结束 或许 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得了 就说 不得了